长俄6号月球降落的动作 让外国网友看呆了 事情是这样啊 咱们长俄6号成功登陆月球后 外国的寒天爱好者就全程跟踪 结果越开越心惊 在登陆的时候 长俄6号就非常的稳 基本没有换动 这让外国网友惊呆了 为什么会这么稳呢 其实啊 这项技术就是先进的GNC系统 美国其实也在研发当中 预计2030年登陆火星的时候用 但是长俄6号已经拿出来使用了 也就是啊 咱们不小心打破了美国的记录 GNC系统又叫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 简单来说啊 它就相当于长俄6号的大脑一样 长俄6号的变轨 落月 挖土 起飞 交汇对接等等 都是由GNC系统来控制并且完成的 比如这次长俄6号的自主悬停避障落月 就是由它控制的 所谓的自主悬停避障技术 听着复杂 其实原理特简单 就是在落月的时候 对着月球使劲拍照片 等长俄6号到距离月球百米的时候 再用机关传感器等各种设备自动识别 看看哪些地方有坑 哪些地方没有 然后就可以自动避让和降落了 也就是说 这家伙竟然是自己执行降落任务 结果他完美完成了任务 因为着陆的过程非常安稳 外国的网友都非常羡慕 他们说啊 长俄6号让登月看起来如此简单 咱们国人都习惯的登月 可在外国网友看来是如此的奢侈 如果啊 GNC系统不只是在登陆的时候起作用 在长俄6号上升和返回对接时 也是至关重要的 相比于月被软着陆 月被起飞和对接的难度 同样也不小 首先在月被起飞最怕的就是错过时机 航天器的发射时间是有窗口要求的 地球自转一圈是一天 所以即便错过窗口 第二天再发射就可以了 但是月球却不一样 月球的自转周期跟公转周期是一样 长达一个月 所以上升期一旦错过起飞时机 就得再多等一个月 如果燃料带的不够的话 错过一次就相当于搁浅在月球了 而且月球昼夜温差最高有将近300度 待得月久 机器设备出毛病的可能性就越大 因此必须尽快起飞 想要尽快起飞 最重要的阶段其实就是在于着陆点的选择 着陆点越平整 上升的时候需要调整的时间就越少 比如长达5号降落 它的倾斜角度只有2度 几乎是完美的起飞状态 长达6号咱们还不能确认多少度 但是既然能起飞 那么说明在GNC系统的控制下 状态起码是2号以上的 到了起飞阶段 就更需要GNC系统了 上升器还要实时保证 自己的飞行姿态是垂直的 一旦出现任何偏差 都有可能让上升器 偏离越有的飞行路线 GNC的精准控制功能就非常重要了 最后还有对接 上升器还得再进行多次变轨 不断接近鬼反组合体 并且此时的鬼反组合体时速 超过了1600米每秒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要保证两者能够精准地减速 对接以及转移宝贵的月背样本 这个同样是GNC系统主要控制的 但最最关键的是 因为月背以及信号延迟的问题 这一切都只能靠长额6号携带的GNC系统 自行判断控制 但凡某个环节出现问题 就会导致整个步骤前功尽弃 不过现在这些困难 统统都被长额6号的GNC系统搞定了 并且创造了记录 这是人类的航天器 首次在月背完成取样 但对于中国来说 这才刚刚开始 后续的长额7号8号 已经在准备当中了 如果未来属于航天时代 那么中国将是星辰大海上 最亮的那颗星 请不吝点赞订阅